宋和辽在幽州一战 辽国军队的英勇善战 让宋军难以招架 在宋军大营发生一次夜经之后 同贯感慨到 辽国军队竟然如此难打 同贯会想出什么法子来应对辽军呢 文化学者李亚平 今日为您解答 说宋朝正在播出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 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 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 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 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 了解它知道我们的现在 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前面我们说到宋朝军队 因为辽国的这个统军的将领 他应该说是挺厉害的 他不停地制造那种白天黑夜的 制造那种紧张空气 然后又把宋朝军队的这个量道给截掉 结果宋朝军队发生了一次 大规模的那个夜经 晚上突然那个炸营了 在军营里边炸营了 大家就慌慌张张地就往外跑 主帅也制止不住 结果就这样 就是这个败兵夹着这个主帅 主帅又带动着这个败兵 大家就一起就争相恐后地往外跑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辽国军队就在后边 摇旗呐喊就在后边猛追 可能这一路上有一两百里远的地方 也是史书上记载说 就在这一路上 宋军就留下来了大量的这种军备物资 跑回去了之后 那在这一次结束了之后 这铜冠就真的有点无能为力了 他就觉得这个辽国怎么这么难打 这个时候铜冠就悄悄地派了一个使节 派了一个使节去干嘛呢 去和这个完颜阿古达联系 原来两国约定的是 完颜阿古达他们是去打这个北部和这个 西北部地区的这些辽国的地方 包括把辽国的这个中京什么大定府 要给打下来 然后把他的西京大同府要给打下来 然后呢当时约定的两边 是在今天的这个古北口这个地方 作为两国的边界 那我们看一下用古北口来做边界的话 那么这个燕山地区的这些东西 就都属于宋的没有问题了 那现在呢 这个铜冠拿不下来这个北京城 拿不下来这个幽州 幽州燕京城怎么办 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和这个完颜阿古达谈 就说请他们出兵来 来夹击这个 来夹击幽州 那完颜阿古达 可以啊 然后他就马上就带着大军 出古北口就一路向 幽州地区就杀来 不好意思 他们杀来了之后 三下五除二就把幽州拿下来了 拿下来了之后 这个时候铜冠就想去接收这个幽州 在这种情况下 就万一阿古达就告诉他们说 说我不可能把这幽州给你 给你啊 因为按照我们之间的约定 是你要把幽州拿下来 然后我们以古北口为界 咱们咱们各手各的 现在这个幽州是我打下来的 我凭什么要给你呢 铜冠他们就只好低声下气的说 是 您说他没有错 但是现在我们也出兵了 我们也打了 那你就应该按照我们约定的 去把这个幽州还给我们 对不对 阿古达他们才大词一惊 他们就没想到的 宋朝军队这么没用 原来他们一直是 非常非常仰慕宋朝 就是认为这是一个高度强大 高度文明 而且高度富裕 他们一直对宋朝是仰慈着的 那等到这些 这些拜报传到了他们的军中 又看到这个宋朝的 这个官员们颠山倒是 就总是 总是口无哲拦地说谎话 他们就开始 极度地蔑视这些人 宋朝在金国的眼中 一直是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的大国 而这次联合 却让他们看到了 宋朝的另一面 当金国不再仰视宋朝 他们会对宋朝提出什么要求呢 说宋朝正在播出 他们就 第一就谈到了这个 燕京我不可能还给你 因为你不是你自己打下来的 是我们给你打下来的 所以我不可能还给你 至于那个平州 平盈鸾的山州 平盈鸾的山州 就是今天的河北卢龙县 今天河北的那个昌黎 再加上今天 河北的卵县 就这样的几个地区 就那几个地区 你想都不要想了 那和你们没关系 然后呢 这个幽州是我们拿下来的 不是按照约定 你们来打下来的 所以这个幽州 你们也别想了 至于那个山西大同 就是燕云地区的那些 属于河北北部 和山西的一部分的这些 这些都不会还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 一而再再而三的违约 而且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你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了 所以双方就 就是吵得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 那到最后 万羊告诉我 好的 他说如果你们想 要把这个幽州还给你们 可以 我们可以把幽州还给你 但是有一个条件 第一 这个幽州是我们的士兵 就是那个 是用生命和鲜血打下来的 是吧 所以呢 我要把这个幽州还给你可以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就是第一 我要把这幽州城里的 老百姓都牵走 那个时代是 人越多 那么就 你这个国家就越繁荣 越富强 所以说 我要把这的人民给牵走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幽州我还给你没关系 以后你每年 要额外的 把幽州城里边的那个赋税 你每年要给我上交 一百万两 一百万两白银 再加上原来 宋朝给 就是给辽国的那个五十万两 那就是一百五十万两吧 然后 你 我替你打下来的这些幽州 我的士兵们 是用我的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打的 你要给我犒劳我的军队 这个犒劳我的军队是多少呢 是二十万两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宋朝的皇帝 只要能赶快把幽州给收回来 什么条件都答应 他就一口气就把这些条件都答应了 在答应完了这些 就是女真人的这个条件了之后 宋朝又开始 又和女真人开始矫情了一个 就是平盈栏的三州 再加上三西大同 就是三西大同所属的那些州 就又开始谈这件事情 女真人的这个死结 就是谈判代表 就表达说 你们家天子蛮大方的 弄得我们家皇帝有点不好意思 有点不好意思 他就是决定 好了 我们决定可以把那个三西 那几个州还给你们 还给你们呢 但是有一个条件 现在不能还 就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还 那宋朝的使节就问他说 为什么 说你为什么现在不能还 那趁着现在 我们赶快把它交接完了 不是很好吗 那人说那可不行 如果要还那个三西大同 这一块土地的话 我们也需要把那地方的 那个人民给迁走 迁走完了之后 再把这个地方还你 那宋朝的谈判代表就说 你还我这块土地 你把人民迁走了 那我要那个空城干什么 对方的谈判代表就说 也没有别的 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们家天子的意思就是说 那些土地都是我们打下来的 你不能无偿的给你们 你们也是要 也是要犒劳一下我们的军队 也是要钱了 要钱了 那这时候宋朝的谈判代表就问他说 双方大家就就淘价还价淘价还价 最后决定就是再给他们十万两 十万两白银 就犒劳他们把这个三西这些地方打下来 并且还给我们的这个这个东西 就又又商定了这么一个条件 然后呢 现在在理论上 我们交完了这些钱 然后答应了这些条件了之后 我们好像就能够把幽州和三西收回来了 对吧 就是所谓燕云十六州 就能够给收回来了 但是实际情况 其实是大没有不然 为什么大没有不然 我们下次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